这辆车是真的好开到爆炸 你看司机刚一踩油门 下一秒就被炸成了老俗人 而更诡异的是啊 明明这车今天都在外地开一天了 但一回米花市 车里就离奇掌出了炸弹 柯南都快疯了 凶手到底用了啥机关呢 但我还想啊 这次爆炸只是炸死了车主的亲妹妹而已 因为当时车主小慧说自己车截很烂 只记得油门刹车同时踩可以截屏 所以爆炸前他便让妹妹帮忙倒车入户 等等 倒车 难不成爆炸是因为这个 果然警方一查这炸弹的设定就是 再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 只要一倒车就会爆炸 嘿也是巧呢 最近一直有个变态跟踪车主小慧 这个炸弹肯定是他装的 因为这变态长得一身酒味 脸型看起来也是相当为人方正 所以小慧拿把齿则便画出了这变态的长相 果然一查这大方脸平时就爱研究点化学 搞到炸弹肯定也不是啥难事 唯一奇怪的是 这大方脸跟小慧压根不住一个城市 他为啥要炸死一个陌生人呢 而且这会儿小慧的老公也很诡异 一天老婆没受伤他大为震惊 而又得知老婆的妹妹被炸成老熟人后 他更是心疼的嘎娃都在滴血 瞬间柯南脑袋微微一炸 难不成这老公和大方脸是在玩交换杀人 果然警方一查 大方脸的老婆几天前也被杀了 这下就连木木这造分机器也看明白了 绝对是小慧的老公负责杀大方脸的老婆 还大方脸则负责用炸弹炸死小慧 两个渣男互相制造不在场证明 很明显米花本地的小慧老公杀起人来就得心应手 干净利落 而外地来的大方脸杀人这方面就纯纯铁废物 不光目标没杀成 还不小心把目标的妹妹给炸死了 下一秒警方直接把俩渣男拉进小黑屋疯狂拷打 果然他俩就是教坏杀人 大方脸是想杀妻骗宝 而小慧的老公则是想跟小慧的妹妹出对象 所以便要弄死老婆 两位有知情年这下直接组条蹲巴梨子了 而小慧也是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真是苦了他这当打之年啊 但是进度条表示这集没那么简单 不然这集就该叫善良的妻子1080G了 果然每两天柯南便发现幸存的小慧 倒车竟跟吃了开赛路一样流畅丝滑 瞬间柯南脑袋后的炸汗 这不像话啊 他当时明明说自己不会倒车 所以妹妹才会带牢被炸死呀 下一秒柯南直接杀到了小慧家 果然在他老公的书房发现了交代的痕迹 而且楼下的车库还有个窗户 柯南 一番心理斗争后大叔还是到了小慧家 没错 其实小慧早就得知了丈夫和自己妹妹经常探讨人体工程学 所以小慧便在书房桌子下偷偷用胶带沾上了窃听器 哪知这一窃听啊 竟得知了丈夫和大方脸交换杀人的计划 于是小慧将气就气 故意告诉丈夫自己想开车出远门 丈夫果然抓住机会 在电话里让大方脸安装了一个倒车炸弹 接下来小慧就只需要找个时机 故意让妹妹帮自己倒车就能完美完成这次借刀杀人了 没错大叔的推理完全正确 但这回小慧却感同恶鬼 争高下不向阎王赵村分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我是说如果哈 如果刚才那些事我都做了 那我是犯了哪门子的罪呢 装炸弹的不是我 提出杀人计划的也不是我 我总不能是犯了请别人帮忙倒车罪吧 男家话呢哈 一般小孩说自己要拉了 那就已经是拉到裤子上了 果然一听这话大叔乐了 确实如果只是让妹妹帮你倒车的话 那还真不犯罪 但是如果你早就知道了这是一辆炸弹车 却还让你妹妹坐上的话 那同样也是犯了谋杀罪哦 车库上方有个窗户 我想你应该是一直在那偷窥 确定大方脸把炸弹装好后 才让你妹妹出来倒车的吧 这会儿看着狡辩的学生啊 大叔是心如刀脚 但为了让他自首少受刑 他还是拿出了证据 原来小慧画的大方脸的肖像就是铁正 大方脸在跟踪小慧时一直都是戴着墨镜的 但小慧却分毫不差的画出了他不戴墨镜的样子 所以小慧肯定是在大方脸装炸弹那会儿一堵过他的风容 毕竟再专业的人处理炸弹时也会摘下墨镜 这会儿虽然证据口皮不通 但小慧还是绷不住催杀人罪了 不然进度条真撑不住了 其实小慧啊也不想杀人 但他能怎么办呢 老公一直亏理他妹妹 甚至还想炸死自己 拉坐保险金和自己父母的遗产 就算这次他躲过了 老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杀他 所以他便头到一热先把老公送进了监狱 说着说着 小美便想起了跟大叔学习的那段美好时光 小美便想起了